人来人往的火车站,老马拿着一张报纸,小心地观察着前面的两个人 一个小偷装模作样地问路,手却悄悄地伸到了对方的口袋里 掏出了那人的钱包后,扬长而去 老马赶紧收好报纸,敲没敲地跟了上去 只见小偷掏出所有的现金后,将空钱包扔在了地上 老马将人走远了,赶紧将钱包拾起来,掏出名片,联系了施主 他当然也不是什么好心,老马作为一个拾荒者,跟在小偷后面捡漏 联系施主拿些好处,是他偶尔钻些外快的秘密 这天,老马依旧在车站观察,不一会儿就看见一个小偷偷走了一个男人的钱包 钱包里还调出了一张照片,但老马并未捡起照片,而是赶紧朝着小偷追过去 捡起照片的是另一个拾荒少年 老马再次捡漏,他并没有急着联系施主,而是哼着歌走进了厕所 张钱包的袋子被随意的摆放在门口,毕竟哪个人会翻一个捡破烂的口袋呢 可没想到那实荒少年早早便跟在了他的身后 趁着他上厕所的空,赶紧翻着起了钱包 少年刚拿到手,老马就提着裤子出来了 呃吼被发现了 少年撒腿就跑,老马抬脚就追 方块的曲调中,他跑他追,他们都插翅难飞 少年跑得飞快,老马追得非常吃力 但少年非常倒霉地跑到了一处死胡同 刚想翻墙,就被老马耗了下来 面对老马的骂骂咧咧,少年一句话都不说 老马威胁说要报警,但少年依旧是老神在在 毕竟钱包这事儿谁也不比谁干净 老马心里也虚,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说要找小弟过来,再不交出钱包,就把你的手给剁了 这番话终于唬住了少年 他只能把钱包从裤裆里掏了出来 怪不得老马怎么都犯不着 老马看了眼钱包,再次伸手 他知道这少年捡起了那张照片 少年迫于淫威,只能再次拿出照片递了过去 老马将照片薅过来,转身就走 哪想到却被地上的少年死死地抱住了腿 随后少年又拿出一张照片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模一样 这下给老马整迷糊了 问少年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少年依旧没有说话 而是掏出了一个本子,写了四个字 这是我妈 原来少年是一个聋哑人 之所以知道老马在讲啥 是因为他能辨认口型 老马看着照片记上心来 如果这个照片上的女人真的是这小孩的亲妈 那钱包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他爸 如果自己帮这小孩联系上了他爸 到时候可不得拿一笔辛苦费 这买买不亏,他做了 但老马打电话过去 对方却关机了 他只能发个短信 名片上的人是某出版社的编辑 而出版社就在安徽省抚养市 好巧不巧,老马的老家就是那 老马边跟少年套近乎 边再三询问少年 那女人是不是他妈妈 少年点点头,肯定地说 那就是他妈妈 儿时他和妈妈在安庆走散 被一个石荒老头捡了回去 老头临死之前拿出这张照片告诉他 这是他能够找到妈妈唯一的线索 老马安心了 带着少年回到了简陋的家里 老马煮了一锅面条 但少年却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故事会 老马一把抽走故事会 拿出了一本杂志说 要看就看这种 封面女郎的衣着过于客气 少年并不感兴趣 老马有些信心 两人吃过了饭 坐在一起看少林寺 突然老马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施主打来的 老马赶紧逼到一旁 两人约定明早七点 才一处天桥相见 但第二天 老马却暗暗留了个心眼 他怕少年跟他爸爸跑了 自己会拿不到钱 于是自己一个人到了约定地点 可莱夫约的并不是施主 他自称是施主的助理 想先看一看孩子 老马心领神会 见孩子没问题 不过自己帮了那么大的忙 你们不得意思意思 助理爽快地一口答应 问老马钱包是怎么捡到的 老马不宜有他 一无一时地说了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后面围上来的两人 一门棍敲在了头上 原来对方根本不是什么施主助理 而是偷钱包的小偷团伙 当时小偷一手顺钱包 一手顺手机 开机以后发现了老马的短信 于是顺藤摸瓜 三人压着老马去找少年 可谁也没想到 早上发生的一切 早就落在了少年的眼中 他假装路人躲到一边 老马也看到了少年 虽然惊讶 但迅速提醒少年快跑 几人进了屋子 老马眼急手快 立马上锁 然后带着少年一路逃跑 随后少年向老马要照片 但老马却说 照片被那伙人拿走了 还撒谎说 自己是好心不带少年去的 可少年早就看清了 老马的真面目 他愤动地拿着袋子 在地上一通乱砸 老马没拿到钱又挨了打 正在气头上 此时也恼了 直骂少年不要脸 照片丢了 名片没了 没了找妈妈的希望 少年心急地哭了 老马终于看不过去 说自己记得名片上的地址 并让少年说出 为啥骗自己是聋哑人 骑着破烂的三轮车 两人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家 屋里早已被小偷洗劫一空 那张照片被撕碎扔在地上 少年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拼凑 他之所以装龙作哑 是因为怕被人贩子抓住卖掉 因为人贩子不卖残疾人 少年哀求老马告诉自己名片地址 老马也似有所触动 他决定带着少年一起去找他妈妈 不过现在两人身无分文 只能先一起捡破烂 凑炉费 老马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 两人白天就穿梭在各大工地 捡铁条卖钱 不知不觉到了元旦这天 昏黄的灯光下 老马让少年帮忙写信 那是写给他在安徽的女儿的 这次他回到安徽 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他 吃饭的时候 老马掏出礼物送给少年 那是两张去安徽的火车票 没想到少年也拿出了一个神秘礼物 不得不说 跟杂志上的女人还是挺像的 两人终于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火车上老马白日做梦 调侃少年 说不定有一个年轻的小姨 对自己一见钟情 到时候咱俩人可就成亲戚了 两人很快到了复阳 老马想起女儿就高兴不已 决定先带着少年回自己家一趟 可等老马到了家里 却发现这个家早已人去楼空 只剩下了一片残垣断 四处都在拆迁 他的女儿早就不知搬去了哪里 邮箱里自己寄来的信件一份为柴 就连钱都完整地放在那里 老马心中酸涩 嘱咐少年等在这里不要动 直接去了周围的书店 将钱拍在柜台上 买了三十本故事会 可就在临走的时候 老马发现了橱窗上 摆放了少年妈妈的照片 台湾女作家 怎么想都不太能和少年牵扯上关系 老马心里终于明白 所谓的妈妈照片 可能只是收养少年的老头 临死之前给少年编织的一个谎言罢了 让少年有个活下去的盼头 和老头一样 老马也不忍心戳穿这个谎言 他独自找到了钱包施主 想让他帮忙圆这个谎 哄一哄少年 但施主却认为他是个老骗子 叫来保安将他赶走了 而这一切 沉浸在重逢喜悦中的少年并不知情 他老实地等在老马的家门口 还买了一瓶白酒作为临别礼物 老马有些伤感地看着少年 他不知道怎么向少年表明一切 只能试探着开口 那您想过没有 人的妈要不认识你咋办呢 我不知道 商人的话在嘴边捏入了几圈 老马终究还是不忍说出来 他看着少年的眼睛 决心将老头给少年编织的谎言 继续下去 一大一小两个拾荒者 牵着手背着袋子 走在尘土瓦礼上 渐行渐远 我们都知道谎言 一定会有被揭穿的一天 但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少年也一定会从容地接受 因为在他的生命中 尹叶和老马对他的爱 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颠沛流离生活的不幸 弥补了母亲不在身边的遗憾 弥补了对家人 对于朋友的缺失 这部《石荒少年》 是由青年导演张思沁指导拍摄的 曾获得第46节金马奖 最佳创作短片 整个故事是根据一则真实新闻改编 短短30分钟 节奏紧凑 情节完整 配乐恰当 特别是将老马这个人物形象 塑造得非常饱满 他有底层人物身上大部分的特质 自私 试快 小心眼多 嘴里还经常不甘不敬的 但也善良 心软 仗义 有责任心 演员鲍振江将这个人物拿捏演绎得非常精彩 唱蜜蜜地说一下鲍振江老是B站有号 不过粉丝才不到200 最后推荐大家去看原片 拍摄得很精彩 前半段为了提升戏剧冲突 有些诙谐幽默 后半段随着两人感情的递进 变得朴实 温情 短片将被社会遗弃在角落的底层人民之间的相依之情 表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出独到的社会反思